對沒有觸控螢幕顯示器的 HP 印表機,還原設定模式與預設無線設定。 若印表機電源已開啟,按下取消按鈕,然後鬆開來喚醒印表機。 針對處於就緒狀態的印表機,請同時按住無線與取消按鈕3至5秒。 即會還原預設無線設定。 當電源按鈕指示燈與藍色無線指示燈開始閃爍時,印表機就進入設定模式。 如果在執行重設後已過兩個小時,您必須再次執行這些步驟以使印表機重回設定模式。